新北市淡水區鄧宮國小 在暑假期間為四到六年級的孩子 開辦潛能開發營 而這個營隊相當特別是 由目前就讀建中北一女 以及中山女高的畢業校友 自發來籌辦的 集合物理化學生物等相關知識 設計有趣的教材 希望引發學弟妹們 對於堅塞難動的科學 擁有更高的學習興趣 為期三天在鄧宮國小 有來自建中北一女 以及中山女中的畢業校友 自發籌辦的小小人才潛能開發營 營隊課程融入物理化學 生物數學 地球科學 以及城市設計 畢業學長節將他們現在所學 設計成有趣的教案 要來協助學弟妹 對於這些看似堅塞難懂的科目 少一點抗拒 引發學習興趣 如果我早點知道 這些有趣的東西的話 它可以更快的激發 我自己說原來這領域這麼有趣 然後就希望說可以通過這個營隊 讓學弟妹們在一個比較早的時候 然後知道說自己喜歡的是什麼 我小學的時候就是因為不太知道 自己喜歡哪一種科目 比如說社會科或是自然科 那我小學就比較摸不清楚方向 就是有一點迷路的感覺 那我們辦這個營隊的話 我想法是就是藉由我們辦這些科學相關接觸的課程 我們可以讓他們多接觸一點 讓他們可以去找找看 就是他們到底對哪一個科目比較有興趣 很多時候我們會犧牲掉一些動手操作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的課程我們會希望有 比較多的動手操作的機會 讓小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說做實驗是什麼感覺 三天的課程讓學弟妹可以體驗科學家工程師 與醫生工作中的相關知識 而學長姐回顧過去自己國小時 對於這些知識理解交錢包 甚至對於未來的志向迷惘 因此決定要自發這個營隊來幫助學弟妹 興趣的培養與志向的探索 而國小時就是這群孩子的教師 也支持這個活動擔任營隊的指導老師 對於學生回饋母校的行動深感欣慰與感動 在我的學生時代 他們就會試著去把他們學到的東西 分享給別人 這次到了高中以後 他們就覺得這麼棒的東西不分享太可惜了 所以他們就召集了一群好朋友 到一起來這邊 到分享給每一個好朋友 所以他們這次準備了很多 那我們也在特別的時間做了準備 做了修整 準備了很多的時間 然後把所有的教員寫好 昨天練習好一整天 今天才上線 希望能夠有很好的成果 我們也很期待 這樣的營隊除了小朋友 從大哥哥大姐姐身上 獲得了一些學術上的一些知識之外 更重要的是 這群大哥哥大姐姐 他們怎麼樣從國小一直努力到現在有這樣的成就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示範跟帶領 那我們更希望這群孩子在參加這樣的營隊之後 能夠心有所感 未來也有機會 跟上大哥哥大姐姐們的腳步 由下而上的營隊發起 學長姐帶來自身所學的知識 再轉換成學弟妹容易理解的語言 要用這三天的課程帶給學弟妹滿滿的啟發與收穫 而校長也期許搭手吸小手的營隊活動 孩子們彼此都有學術知識的吸收 更加也要從學長姐身上看見受之於母校 勇之於母校的回饋精神 記者要平函 淡水採訪報導 我們現在要看見受訪 Bryan他在這裡 INSANE BIT BIT